对,那就是说我想这里的重点是说,就像无电面这三个字一样,它的目的并不是说一夕之间就取消所有的实体电面,各位可能也没有这样子的颠覆性的这样的想法,而是说是不是能够不要完全使用电面来建立顾客,然后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中间的信任以及一些关系。 所以同样的道理,虽然我现在是政务委员,但是我也不会用一个好像说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这样子用词或这样的想法来向政府跟民间的关系。上跟下那个是在政府里面的阶层体系使用的,那只要是政府跟民间直接产生关系的时候,那就是对等的,就是peer to peer,那并没有什么上下之分。 所以从民间这边取得意见,或者把我们的工作跟民间进行一些报告等等,这些都是对等的关系,并不是有上下的之分。 那这个是我想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也体现在我们的八年期的数位国家创新经济,叫做DigiPlus的这样子一个方案里面。 这个方案里面呢,就是我其实主要的贡献就是这张封面啦,其他的大部分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多不同部会跟就是实质在做的智库的朋友们写的。 不过这个封面因为是我写的嘛,所以我跟大家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当初在写这些字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我们知道Digi它其实是代表着这个呢,就是所有东西的基础,就是我们好比上说要稳定的环境,要有我们所谓上网的一些权利,然后所有的5G啊,接下来的宽评啊等等。 这些是所有的社会各个部门都能够用的,这个是第一个D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当然政府是责无旁贷,必须要来建立。 但是呢,在创新的这个部分,就是innovation的部分,这个其实是私部门的强项。 我们之所以这样子写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了解到数位经济,它不管是发想,不管是营运,不管是启动,所有这些部分都是私部门的朋友们比政府要来的专业,来知道要往什么方向才是可行的,怎么样做才好。 所以政府在这个方案里面绝对不会扮演一个好像下指导棋的角色。 相反的,我们的想法是叫做co-creation,就是共同创造。 那在这里面,其实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呃,约尔委员在之前提的就是金融创新实验条例,监理沙盒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终于等到排案了,终于要来谈这件事情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反转。 因为像这样子创新实验条例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但是这个风险又是可控的破坏性创新。 这个破坏性创新,它是在一定的期间里面,你有一个新的想法,你就告诉主管机关说,哎,我要违反这些法规命令,六个月或十二个月,我不知道最后立法院会愿意多久了的那个时间。 但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如果它证明出来是一个好主意的话,整个社会都学习到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个时候主管机关也好,立法者也好,要创立一个新的业态,要调整一些法规,要进行一些调试,就不会受到大家那么多的反弹。 因为大部分的反弹是来自大家欠缺第一手经验,欠缺事实上的彼此对焦,因为它已经实验过这么六个月十二个月了,所以其实大家就比较知道,哎,这是一个好主意。 反过来讲,如果这是一个坏主意,实验的结果是失败了,主管机关觉得说,哎,这个不应该开放。 那同样的道理也不会被看成好像在打压产业啊,什么之类的,而是说,所有的利益关系人都已经知道,嗯,这真的不是好主意。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公务体系的人员,能够站在跟大家的创新是在,塞白塞是在一起的,往同一个方向去探索,而不是好像一直挡在各位前面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个是创新的部分我们想要说的。那当然在治理的部分,我们也理解到说,政府的内部,尤其是在部会之间,或者是中央跟地方之间,地方的机关之间,各种各样子的范围里面呢,都充斥着各种沟通上面,很容易跟上下沟通,很不容易横向沟通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会希望引进所谓的协作,collaboration的这样子的概念,来加以解决。那这个呢,待会会需要一些范例,那这个当然也是责无旁贷,因为是政府体系内部,必须要去做改造。 那最后的这个I呢,就是所谓公民社会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创新,如果它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的话,到最后也许会变成是说,变成have's跟have not's,就是说没有办法enjoy到这些创新的人,就会觉得说,哎,被社会所排除等等。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很好,就是说,不但是在基本上发展的部分,我们会说宽屏上网是基本人权,甚至对于最后百分之几,可能还没有办法宽屏上网的朋友,我们也编列了预算,来特别去让大家都能够做宽屏上网,不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也包含我们接下来在新课纲里面,所谓的资通讯的融入教育,媒体素养融入教育等等这些部分,我们都希望变成是大家对这个资讯社会,数位经济的来临,是在各个不同的层面都被充分告知的情况。 去做的,但是要怎么样去让这样子最后一里路,让偏商的,让各种小数的弱实的朋友,都能够知道说,哎,这些是能够帮助到自己的这个机会。 同样的道理,如果政府编列一些计划,然后去说,哎,我们就是要普及啊,这些,当然KPI上写都一定会达成,可是他不一定能够真的让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产生出更好的创意的连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透过,好比像说社会企业,好比像说透过各个地方的NGO的团体等等,一起来让公民社会,自己去把这个数位含荣做出来。 所以D跟G的部分呢,是我们政府会去做的,那两个I的部分呢,是我们跟民间是用co-create的方式,加以达成。 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这个领导架构上面,也跟之前的情况有一些不同,我们在DG Plus的小组里面才行的是召集人职,以前呢,我们知道在之前的这个政府里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非常多任务编组这样子的情况,然后通常就是由特定的政务委员来带领。 那这个状况由来已久了,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但是呢,我们从DG Plus的编组就可以看到,这个是试着不要这样子去做,我们是采行所谓的召集人职。 所以呢,刚刚讲到的那几个分项,实际去落实的都是我们勇于认识的NICOLE主委,科技部部长,经济部部长等等的这些朋友们。 也就是说我们会希望,就是负责的这个部会的朋友,自己去协调跨部会,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跨部会的这些任务,而不是好像说什么东西都必须要到政委这个层级去来做决定。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实际做任务编组上面跟之前比较不同的一个工作。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需要一些协调推动的工作,那这个是吴老师在召集, 然后以及我们自己把公务员的工作,试着把冗势减少,试着引入更多的自动化,试着让资料的跨部会流通上更不会有侵犯各自的疑虑等等这些工作,那是目前我跟美玲主委在一起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院里面推动DigiPlus的方法。 那我们所有的这些,刚刚讲的这些蓝图啊,这些想法啊,甚至包含很完整的草案啊,都在我们的DigiPlus这个网站, Digi.ey.gov.tw这个网站上,那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在近期之内呢,也会开辟一个讨论区,那这个讨论区就是让大家在政策执行当中有任何想法, 都可以在这边用线上留言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也会定期收拢,好比像说我们数位国家分组里面, 大家最关心的一些议题,然后去面对面的去进行讨论,用像今天这样论坛的方式来进行聚焦,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政策行程上跟之前的一些相当大的不同。 那在我们数位治理的这一个方面,其实当然看到说,我们会想到偏乡啊,弱势啊, 或者是多元租群啊等等,但其实这里所谓的少数,或者这边所谓的弱势, 它不一定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社福工作者所说的弱势, 它也很可能就是说政府在建立数位服务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些人。 那这些人呢,他可能好比像说,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好了, 在我们的国发会的join的连署平台上面,之前就出现过一个连署案, 叫做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那各位可能有听过这个连署案, 好,那个这个就是5月1号大当季事件之后的隔天, 很好,我们就有很多朋友发现说,因为今年Oracle公司把我们这个网络报税在Mac跟Linux上面用的那个叫Java Applet, 希望在场这个大家并没有依赖Java Applet, 在做成因,因为今年Oracle把它deprecate,就是说不推荐使用, 而且很快就不能再运用了,所以大家在报税上面就碰到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这些专业的用Mac的朋友们, 他的对使用体验的要求,事实上是高过一般人的, 因为就是被苹果训练得很好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对于我们政府的数位服务,不管功能再强, 这个体验就是感觉不好,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最后一里的这个数位服务, 没有办法送达市民的手上,那这件事情不管我们后面的资安啊, 这个功能啊,怎么样做得再好,如果大家感觉不好,那就是感觉不好, 好啦,报税可能没办法感觉好,但是就是说,在报税的时候感觉不要比本来感觉不好更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所以我们是很重视, 就是大家不会是,好比讲说以前要跑五六个机关, 现在只是改成上五六个网站,这样子其实并没有实质上让体验变得更好, 我们会引进服务设计的概念,co-create, 就是说好比讲说,刚刚那些提案人,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势, 他只是一直被忽略而已,那我们就实际跟他办了四五场工作坊, 然后实际去把我们明年的报税软体做成跨平台, 做成更好的体验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会让公务朋友更了解到说, 其实引进这些数位,并不是要增加大家的工作负担, 你没引进一个,很可能就是让你这些冗事更不需要去做, 因为你可以同时照顾到更多的人, 那今天因为,就是不是学术研究会, 而且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之前说电子化政府, 就是e-government,在左边的这一栏, 这个其实台湾是做得很好的, 大家在国际上排名都可以看到台湾经常在前十名, 但这个在讲的基本上只是说, 我们本来用只做的事情,改成用电脑做而已, 他这阶段就只是讲这个, 但是按照government的这个想法, 我们要逐渐从这个变成所谓的开放, 那开放资料它主要看的metric, 就是有多少percent的open data等等,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阶段也做得不错, 可是呢我们现在要做数位转型, 我们就是要从有多少percent的资料开放, 开始变成有多少percent的service, 有多少的服务, 它真的是自动去做的, 而不是靠很多的公务机关的朋友, 或者替代艺朋友们的手工, 这个不但是在填入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困难, 而且在最后一笛递送的时候, 也会产生体验上面的就是不愉快, 那这些部分当然都是, 是各位比较专精的, 那我们现在正在用同样的方式, 去重新设计公共服务, 它的目的就是要达到constituent value, 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能够更觉得有价值, 而且我们可以透过各种, 不是政府本身的管道, 来进行协力开发, 那所以我们实际的做法, 那就请参阅, 那我们实际run起来的方式呢, 就是在行政院里面, 有一个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那这个创新空间是一个服务设计的一个顾问的角色,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公仆的公仆, 任何的部会, 他只要想要做任何事情, 好不像这边提到报序软体, 但他自己内部呢, 缺乏这样子的知能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派出一队人来, 去用服务设计蓝图的方式, 去把每一个步骤, 他碰到什么痛点, 等等的这些部分, 去加以盘点, 盘点完之后呢, 实际上去开这个软体服务的设计工作坊, 导入服务设计的概念, 那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包含公共民生物联网的早期规划, 果菜价的看板, 然后以及所谓的青年再造政府网站的这样子一个, 这个非常响亮的一个口号, 那这个东西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有非常多学服务设计体验设计的朋友们, 那他们现在也许还在念大学, 在念研究所, 但是呢, 他们也已经相当有这个话语权了, 整天都会在好比像说Facebook啊, 上面是去讲说政府哪一些这个工作, 还有可以改进之处等等, 那但是呢, 与其就是把他们当成是酸民或乡民或战神,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吸纳这些力量, 然后大家来实际上去进行贡献,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实习生不一定要来行政院上班, 大家都可以远去上班, 我们2015年就已经通过电传劳动的这个办法, 只是一直都没有人在试用, 所以说我们就实际去用了, 所以我们今年试着让15个实习生, 明年也许就100个实习生, 用远距工作的方式, 远距实习的这个态度, 去实际对政府的每一个网站, 去进行体检, 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些同学们, 不断地在去看这个每一个网站, 实际去找说, 在哪些地方会跑板啊, 在哪些地方用Mac打开就会爆炸, 然后里面有资讯专业的朋友们呢, 就已经开始在修城市码了, 那这样子他们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盘点过, 可能200多个网站, 之前的下午需要点上来看更多的确定 kicking看, 味道 还是因为汇气 等下要吃 来 来 谢谢 哈哈 这个 这么多 我比较少 我是中華民國無地面工會的秘書長許勝忠 今天是由經濟部商業師所指導 由無地面工會主辦 然後由資訊軟體協會 還有台灣國際物流及供應鏈協會 及台灣今天這樣的無地面的論壇 我們在籌備的時候 我請教了很多的會員 還有一些會務人員 他們最希望邀請哪些單位來演講 其中我工會的組長李莫斯跟我說 假設你能夠邀請到Facebook來演講的話 就太厲害了 我當時跟他說我會想辦法 可是我心裡的OS是你瘋了嗎 怎麼可能呢 可是我想上帝的安排真的很奇妙 7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今天在座的經濟部商業師理事長的邀請 說他邀請了Facebook台灣及香港公共政策總監到市裡面來討論事情 希望能夠一起出席 所以在那天我認識了陳述先生 他是Facebook台灣及香港公共政策的總監 那我們之後開始在網路上進行很多的溝通 我們也對很多的事情的看法開始有很一致的一些理解 然後開始嘗試能夠嘗試邀請Facebook能夠加入工會 陳述先生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Facebook不是電商 Facebook假如加入工會的時候會讓人家以為他在做電商 可是我像我跟陳述先生報告我說今天台灣有1800個消費者是你Facebook的用戶 台灣所有的電商都是你Facebook的廣告客戶 你在身在這樣的一個生態體系裡面你的身形那麼龐大 你怎麼可以不加入這樣的一個平台呢 那最後我們經過Facebook很嚴謹的一個審核的程序 我們很高興的在今天在這個時候能宣布 從今天開始 五天命工會將與Facebook互相承諾 將成為長期的夥伴關係 我們共同為了提供台灣消費者更優良的網路交易環境而盡心的出力 所以在今天論壇開始 我想我們準備了一個很簡單隆重的儀式 來歡迎我們今天這位新的工會的成員 我們接下來將請我們的理事長 廖理事長能夠上台 請陳述先生上台 我們也歡迎四位貴賓一起上台來見證今天這樣的儀式 我們請唐鳳政委、一萬盧委員、曾寶欣委員 還有李美市長共同上台 帶一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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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了一個象徵性的一個會員證書 希望有理事長今天能夠來頒發給Facebook 去進行體檢 所以我們現在就已經可以看到這些同學們 不斷地在去看這個每一個網站 實際去找說在哪些地方會跑板啊 在哪些地方用Mac打開就會爆炸 然後裡面有資訊專業的朋友們呢 就已經開始在修成事碼了 那這樣子他們會在兩個月的時間裡面 盤點過可能兩百多個網站 然後呢實際讓廠商知道說 你就改這行改這行 所有的服務體驗就增加就變好了 那如果這個模式確立之後 接下來的機關也不用經過我們 他們就直接拿我們的這個遠距間隙的範本 就可以開始跟年輕人建立很好的 這種群眾協作的關係 所以呢 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把以前大家可能會比較混淆的 開放資料 就像個人資料這些部分 不管是在法律上面 在執行上面 或是在 好比像說 很多人之前都會覺得說 公務機關儲存很多個人資料 我們是不是要開放出來 讓民間去做分析呢 那我們現在就是很明確的 在國發會的這個 梅林諸位的領導之下 去把它做了一個區分 也就是說 如果跟個資無關的 那我們當然不妨開放出來 但是如果跟個資有關的 我們可能是反過來 是讓學術界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做統計的朋友們 來告訴資料持有的機關說 要怎麼樣子去跑統計 他們才比較能夠使用 但是呢 最後這個城市嘛 在開放檢視之後 事實上是由資料控制的機關 自己來跑 跑完之後呢 再把統計資料釋出 使用這樣子的方法 再保護大家的各自 而不是好像把個人資料 跟開放資料加以混淆 那這也是一個最基本的工程 我們是要做的 那其他的部分我想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講太多 但是我想整個目的就是說 相信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這些部分 都不是在政府裡面的 單一機關 單一部門 單一團隊可以做到的 我們要做 我們要改變的 並不是我們要做哪些事 而是我們做所有事情的方法 那在這個方法裡面 剛才講到這個共同創造 講到了跟民間 跟私部門的朋友是對等的 而不是下對上 或上對下的關係 我想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也就是為什麼 今天我在這個論壇 非常高興參與 然後我更希望的 就是聽大家的想法 然後看我們有沒有什麼 可以幫忙解決的部分 謝謝大家